大家一直在講再生能源 綠電 綠電是好事 可是有一個在我們台南南部 在很多田地裡面種很多的 像是說什麼漁溫 漁溫 農地拿來這 漁電共生 漁電共生 這不是不好 但是中間有太多的貓膩 很多的利益跑到哪裡去了 我覺得檢調單位要去好好的查一下 各位查 我補充一次好一個 台電賠了4000億 對對對 台電賠了4000億 全民買單 全民買單 上一次這個立法院 編列了1500億 要補貼台電 然後呢還要增資500億 那這就整2000億了 再加上上次我們領6000塊 立法院 那一次特別預算編給台電多少 500億 這是為什麼 我們就只問一下 為什麼台電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很簡單 那個光電一度大概要5、6塊 那封電要6、7塊 所以那是一個龐大龐大的利益 好多的鄉長、議長被收押 是是是 台南的八八槍擊案等等 全部都跟這個有關係 我必須講白一點 這叫做錯誤的政策 比貪污還可怕